女孩用毛巾擦拭身体 热得脱下衬衣 退走沉闷的肠裤 喝了酒后脸上泛起红韵 美美地进入了梦乡 不曾想一个黑影进入她的房间 女孩拼命挣扎 可叫破喉咙也没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女孩名叫豆豆 生活在贫穷闭塞的大山里 她活泼开朗 脸上永远带着甜甜的笑容 她有一个竹马叫做文志 是村长的儿子 也是她的心上人 本以为将来会和文志幸福地走入婚姻 却被一个投资老板毁了一切 因为豆豆的父亲老了 做不了重活 哥哥靠帮人放羊 赚点小钱 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以至于村里只有哥哥没娶到媳妇 所以父亲就托老板 让豆豆去他的酒店当服务员 每个月赚200块给哥哥攒结婚钱 可服务员的工作并不好做 男客人看着豆豆青春年少 就想要他赔酒 他不愿意 老板就给出脸色 实在没办法 硬着头皮一口喝下 第一次喝酒的豆豆异常兴奋 感觉整个人都飘了起来 门都忘记关了 就上床睡觉 结果被老板趁机电污 第二天豆豆就拿着包袱回了家 父亲很是不解 这才工作几天就回来了 可豆豆一句话都不想解释 满腹的委屈只能化作泪水 无声地留下 直到文质出现的那一刻 他终究是憋不住了 抱着文质嚎啕大哭 可他没有勇气向文质坦白 只是觉得自己脏了 他冲进池塘 放肆搓洗着身体 希望能除干净脏东西 两个月后 豆豆出现孕吐粉 表姑问他 就这几句话 瞬间击垮了豆豆心里最后的防线 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豆豆终于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说了出来 文质知道后也火冒三丈 提议让豆豆把老板告到坐牢 当晚就替豆豆写状纸 昏黄的灯光下 豆豆含泪诉说着那不堪的经历 女孩刚经历了流产 她难过的不是孩子没了 而是缺少了告人的证据 因为这个孩子 是被人侵犯的结果 自从村民们得知豆豆豆怀孕后 都义愤填膺 嚷嚷着要让找老板问罪 村长也是说到做到 当天就找到了老板 可回来再讨论实话就变了味 这个老板开了工厂和酒店 村里的人都靠在他那里打工赚钱 如果他坐了牢 那村民们就要失去经济来源 村长自作主张 说他已经跟老板商量好了 事情可以私了 老板答应给豆豆出手术钱 还赔偿豆豆加两万块 一听说两万 父子俩眼睛都直了 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有了这笔钱 哥哥还能娶上媳妇 父亲也答应了 连村民们都纷纷举手赞成私了 此时的豆豆还蒙在鼓里 天真的等着村长和爹为他做主告状 他还跟文志说要留下肚子里的孩子 作为告状最有力的证据 老板上门和豆豆父亲签下和解书 虽然有了钱 但父亲心里还是亏欠万分 坐在门口想了一晚上 都不知道怎么向豆豆开口 最后还是说了实话 父亲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豆豆 豆豆绝望了 哥哥也恳求他不要再告状 实在是想娶个媳妇了 豆豆止不住留下泪水 无言以对 没过多久 老板就派车接豆豆去医院 豆豆死活都不愿去 红了眼的哥哥 把他拦腰抱起 强行塞到车里 幸运的是豆豆从医院逃了出来 他跑去警察局报案 警察问他有没有证据 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证据 隔天警察就带老板到豆豆家对质 你豆豆肚子都大 你不知道啊 没这回事 真的没这回事 父亲失口否认 而哥哥趴去山上干活的豆豆回来 让事情败露 赶紧跑到山上将他拦住 天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文志和豆豆的哥哥扭打在一起 拉扯间 豆豆摔下山坡 肚子里的孩子也因此没办 妙龄少女 却要嫁给五旬老汉 只因被人侵犯 怀上孩子又留了产 成了村里说的二手货 在此之前 豆豆的哥哥娶了媳妇 一个二婚女人 带着个儿子 哥哥还乐呵呵的 说是双喜临门 晚上院子里热热闹闹的放电影 只有豆豆一人蹲在驴棚里 凄惨不堪 这时 老刘找到村长 说自己喜欢豆豆 让村长帮忙牵个线 村长一想豆豆都这样了 有人要就不错了 把他嫁了也不会再纠缠自己的儿子 这一切都被豆豆听到 已经走向绝路的豆豆 只能狠心地和文芝告别 小的时候 就老是梦想着 有一天 会嫁给你 做你的新媳妇 做你的新媳妇 是我一辈子的心愿 豆豆知道自己不干净 可她不知道文芝是否嫌弃 这样矛盾的心理让她十分难受 她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与文芝保持距离 而文芝也要进成都大学 临走的那天 豆豆偷偷跟在她后面 只敢远远地看着 不敢出言挽留 她知道自己没那个资格 在这个生活所迫的时代里 爱情大体成了一种笑话 但是她多么希望曾经的文芝哥哥 能回头看她一眼 哪怕一眼就好 豆豆出嫁了 新郎是年近五十的老刘 她面无表情 任由别人给她梳妆打扮 鲜红的嫁衣原本是要为文芝而穿 经过父亲身旁时 她深深地聚了一躬 却也没有办法 豆豆已经认命了 她像被抽干灵魂的木偶 任由别人操控 让她没想到的是 隔天老刘就骑着单车去了法院 她要起诉老丈人 要回那两万块 说豆豆现在是她的媳妇 钱财应归她所有 原来 老刘一开始就是打的钱的主意 听到消息的豆豆在遭雷击 原以为老刘是那个充破世俗 不嫌弃她的人 却没想到一切都因为钱 这个地方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她留恋的 豆豆脱下嫁衣 换回不一 牵着小毛驴走出了村子 刚到村口不远处 竟看到了文质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这个故事里 人人都声称为豆豆考虑 实际上没人在乎她的胆受 父亲哥哥把她当成赚钱的工具 好在文质是唯一给豆豆温暖的 让结局天上一丝暖意 那个时代愚昧而软弱的传统环境 让很多女性都遭到了迫害 我们不禁痛心惋惜 希望这个时代不要再有这种事发生